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师对你提出的这个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你不会选他 对 因为我会维护他的 对 明白吗 这都不要紧 你去选择和维护 和我对他对讲演 你对他有任何意见 像我放马过来好了 我来带起他回答你的问题 用不着用不着 超级演说家是乐嘉离开《非诚勿扰》后加盟的又一档新节目 对于乐嘉离开《非诚勿扰》 外界一直都有着很多的猜测 面对现场记者的一再追问 乐嘉就和记者杠上了 你的问话技巧不高超 因为你已经是前面问过 我已经回答你了 你现在又问了一遍 所有你要的问题的答案 都在那篇文章里面 你要仔细看 作为一个高超的记者 可以从一篇文章当中 读出他想读出的一切东西 但是你不要任意随意的解读 因为你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最近林志颖也是忙得分身乏术 一边要赶着录节目 一边还要拍婚纱照筹备婚礼 现场小志除了大秀婚戒之外 还透露了婚礼的小小细节 一直有在策划 因为我也跟大家说了嘛 就是在前几天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1800万粉丝 然后大家都说 为什么新娘子跑到哪里去啊 为什么这个怎么算婚纱照 这根本就是是不是戏里面的这种巨照啊 那戏里面巨照还没有这个OK 那这是婚戒嘛 那我觉得也算是分享一个 很幸福的另外一面 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 因为这时候就把两个人的合照放出来 那我婚礼当天就是没有惊喜了 所以我会希望说 这个婚礼是一个很特别很浪漫 的一个婚礼 那我想不会到很盛大 那我觉得会是很创新 很有意义的 自从小志说要补办婚礼后 婚礼细节就成为了大家 争相追问的焦点 一直守口如瓶的小志 似乎是要将低调进行到底 整场婚礼也将谢绝媒体的拍摄 具体的时间保密 因为我希望能够是 一场很甜蜜浪漫的一个婚礼 然后大家可以静静地坐在那边祝福我们 而不像今天这么多摄影机不停地拍照 我觉得会像是工作一样 所以我希望我的婚礼是一场很 很优雅很安静的不希望有太多的媒体朋友到现场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能够谅解一下